我们回到农村两年的时间赚到了一百多万 这两天喜欢不在家 正好今天有时间给大家聊聊天 我们做到了自媒体到现在已经两年的时间了 相信很多家人们都是通过我们改造这所老房而认识的我们 那时候我们回到农村老家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 回来调理身体 那段时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 小峰要照顾我 没办法出去工作 我们生活上基本没什么收入 于是我们选择在农村创业 我也开始用手机记录我们 真实的日常生活 在这期间我们尝试过各种的赚钱方法 我们摆过地摊卖水果 卖鸡转 也帮山里的老人卖一些柿子和南瓜 来 虽然每天很忙 但是我们觉得很充实 我们也从刚开始的零粉丝 做到了现在的一百万粉丝 这期间真的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鞋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最近有些宝妈跟我 现在做自媒体还晚不晚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一点都不晚 你只需要一部手机加一个手机支架 举起镜头 记录你的真实生活就可以 还有好多朋友在问 能不能来我们小院做客 能 当然能 我非常欢迎大家过来做客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做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慈州闷子和我们这里有名的八大碗来招待大家 欢迎大家过来做客 接下来日子我会分享更多有趣的农村生活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见证我们的成长